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另外几个建筑物是单体画廊 包括专属收藏毕卡索作品的画廊 和其他几位雕刻家的展览 正确来说 我们应该称雕刻之身的室外艺术为 Installation Art 行为艺术或者是装饰艺术 这些行为装饰艺术 蕴藏了各个艺术家的理念和表达 这也是我时常告诉我的学生 做艺术时所需要的重点 从雕刻之身 带学生如何观察这些艺术品 找到适合自己的创作方式 有兴趣正在学习设计和艺术的学生们 可以看看他的网站 或是以后有机会 所以你们去香根石可以去参观一下这个园区 不过这次我想特别专注在几件作品 因为这些作品的选择是因为包含了结构 排列形式 颜色 工艺 机械 和材料 这些作为 都是我比较重视的一些创作特点 透过这些特点的参考 或许可以帮助学生们发展一些前期的构思 第一件作品是网络之森 外围是由大木块围成一个圈 重叠而成的一个造型体 刚好戏风之间能够为室内通风 又很有造型感 是一个聪明的做法 另外 室内是一个提供 孩童进入和玩耍的雕塑作品 算是体验式的临时建筑艺术作品吧 它的目的是在玩的过程中 自然发现色彩与光线的美 和造型的乐趣 这个叠法的排列非常容易 或许学生们可以试试看一些小型的木块 拍拍看 然后找到它能变化出什么样的模式 第二件作品是 十六回转曲线 它是以不锈钢 铁 马达 颜料 所制成的 我觉得这个作品的特别之处 是透过不锈钢 将电力转换为动力 造型方面使我时常强调的线条 那这个线条的阻力是云用不锈钢条 每根钢条有着一样重复的弯折 从而整齐排列出像密集天线那样的转动 我观察到另一个特点是 在太阳大时 这些不锈钢的线条 特别闪耀 而且随着转动 反光的效果 就特别不一样 所以我想对学生说 你们反问一下自己 如果你们想创作一个像天线般有关的造型 你们会如何制作 如果这些不锈钢条 是完全直线型的 但是每一个钢条都不对称 它会造成什么样的造型效果 如果材料是用木头 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在这件作品里 虽然使用金属作为材料 着重点还是在于如何创造造型 用金属制作的作者 伊藤隆道和金属工艺是有渊源的 因为他曾在东京艺术大学学习金属加工 从事了橱窗展示相关的工作后 他的生意爱便投入 雕刻世界 而后伊藤的作品就常常摆放在公众空间 伊藤表示 有人的空间就有光 自然的空间就会有洞 而这些光与洞 就是我的造型主题 这个也让伊藤成为日本代表性的动态艺术家 第三件作品是弧形的菱形结构空间 是由一位美国设计师 Peter John Pierce所创作 这个作品很有震撼感 多个单元重复地组成一个巨大的结构 主要材料是铁 和热塑胶材料组成像泡泡一样的形状 这个组合它可以无限扩大 或者是缩小 这种组合方式最适合学生们 试着用纸来制作 临摹它的排列 算是一种实验性的临摹 第四件作品是人头像 它的表达非常奇怪 却又独特 一颗超出比例超大人头雕像 往侧边躺着 让我想起Rick Owens的行为艺术家具 虽然Rick Owens的这个作品比较夸张 但是这两件作品的表现超出了多数人对于艺术的理解 它们的含义也不是几句话就能说得清楚 主要还是在于自己想的 和内心和直觉 想要来实现某种做法的冲动吧 你们觉得呢 最后我提供了一些园区大部分的作品照片 和室内公共休息区 和展览馆 希望能帮助青年们和艺术爱好者 多多思考 园区的范围非常大 步行的时间也特别长 容易消耗体力 但是过程中 观赏一件件的艺术著作 极大了满足我的好奇心和感受 在这里给青年们一个小建议 多多用心去感受你们所观赏的作品 用眼睛去看这些作品的含义和做法 是永远无法理解的 也会导致你们盲目的抄袭 对你们的未来和前景 特别是信用 是绝对的破坏 所以要用心去感受 才能让你们直觉 去创作属于自己的作品 借鉴前者的作品 给自己当作启发并不可耻 最重要的是 如何从你的观点去进行改造和创新 百分百的抄袭 才是最可耻 最丢人现眼的表现 祝你们成功 我会把网站放在这个页面里 方便大家有兴趣的来查看 我们下期见 如果你们是家长 希望这个频道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你们是青年 希望这个频道能启发和激发你们的创作 喜欢这个频道 请你们支持 并订阅 帮我们点赞 加小铃铛 分享出去 给你们身边需要涉及相关资讯的人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继续 请您的支持 预订יה